县府农业处办理陪伴长辈绿色疗愈 总共有四场 最后一场到釜山社区活动中心办理 由智向文化关怀协会协助办理 县月宁一入到现场和长辈还有小朋友一起DIY 并且关心长辈和小朋友的执着过程 适时的给予协助 也期许未来农业处可以到各乡镇市多多的办理 如此有意义的活动 来到我们社区这边看我们的士大共同来做到DIY 特别感谢我们農协助来基盘到今天这样一个活动 尤其在乎山里面看到一个政府所推动的青营共学 我们看到在社区里面同时有据点和幼稚园 我想这样的学习氛围 让我们在青山和快乐当中来学习以外 也让我们的孩子在团队集合共同来学习 我想这是我们在推动社区最重要的生命力延续 也希望这样一个活动在南大团可以延续 你各地来举办让我们的士大和我们的孩子 有更多共同学习的机会 我想这对到我们士大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慰藉 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非常高兴能够来办理这个绿色疗育的工作 那就由我们的长照 社区长照站的长者 我们一起动手来完成这个绿美化的小盆栽 让他们带回去能够精心的照顾 然后后续我们可以来做分享的工作 那也希望说后续我们县政府能够持续来推动 然后让更多的社区跟更多的长照站 能够一起来分享这个生活 指导老师谷谷表示 为了让长辈和小朋友好上手 先将陶制的挂式扫制完成 再让他们发挥想象力进行彩绘 创造属于自己的陶制钥匙圈 福山社区理事长黄俊翰表示 非常感谢林毅如议员的协助 让社区的长辈和小朋友体验到这么好的活动 我们今天的活动是彩绘彩绘钥匙圈 然后我们准备简单的作品 让长辈和社区的小朋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然后做色彩的搭配练习 让他们创作在自己的作品上 那成品就可以像这样子 别在自己的包包上非常可爱 陶土是一个最亲近大家生活的素材 那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能够在这边 跟各位长辈还有小朋友 来推广我们这个彩绘的活动 让大家有机会能够认识南投陶曾经的历史 也让大家能够在对于地方的情感有更多的融入 让我们的生活更增添一点点美感 感谢我们上上的林毅如议员 今天连结了这样的一个陶土彩绘 以及绿色执带这样一个DIY 让我们可以长辈在这个健康出镜的时间 有不一样的体会跟这样的学习 更多的是这样子在绿色执带的时候 可以再次透过绿色植物去 让他们心灵去感受到这样的疗愈 然后也透过这样的陶土彩绘 让他们的手部 让他们的绘画 还有可以去做这样一个练习跟学习 制作完陶氏钥匙圈之后 更有职在DIY 这场活动不仅让他们学习到新的生活知识和技巧 也增加彼此间的情感交流 让生活变得更丰富 记者庄一听南投市采访报道 给我做成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